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吴奇隆所演唱的追风少年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赵曼娟 Zither Harp 肩上扛着风 脚下踩着土 心中一句话 不认输 我又豁热一颗心 写清澈 不管这世界有多冷 就让毫无打赞 我悲伤 就算寂寞毕业 还要长 谁能了解我 谁会在乎我 少年的梦 追逐天边碎龙的北风 寻找世界最高的小风 我把孤独当作朋友 天地用我遨游 不为谁停留 虽然很多事情我不懂 虽然流伤的伤会很痛 我把垃圾藏在眼中 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要做追风的英雄 我现在真的是已经活到 不是追风的英雄 而是追菜的欧巴桑的生涯 自从成为一个照顾者之后 我想对我来讲 最大的人生改变就是 我常常要拖着菜车 到菜市场去买菜 所以我就加入了 婆婆妈妈一起去买菜的阵容 以前我们那一栋的邻居们呢 看到我是从来不会有 拉着菜篮车这样的状况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很好奇 觉得有点好笑 然后到了现在 我们真的已经培养出一种 买菜的情感 比方说当我拖了菜车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哦已经买完了 然后我就说 对呀今天菜市场人不会很多 或者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们 买回 已经买了菜回来 我正在买菜的路上 那我们也会寒暄几句 等等之类 就是已经变成了一种 日常生活吧 但是我最近确实觉得 菜市场的这个生态 有一点诡异的感觉 我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去买那个排骨肉 然后肉饭的老板就告诉我说 你要多买一点哦 因为接下来礼拜六 礼拜天没有卖猪肉的 说哦为什么 他说哦因为猪比较少吧 所以就净土 说哦好我知道了 因为接下来礼拜一 本来不卖菜嘛 所以如此一来就会三天 买不到肉 后来我去鸡 卖鸡的摊子 要买鸡肉的时候 鸡肉店的那个老板娘 就告诉我说 你最好多买一点哦 因为礼拜二礼拜三 没有炸 没有那个 没有卖鸡肉 净土鸡 我说啊怎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你们不一起呢 对不对 最好就是 就是有两天的时间 也没有 也没有猪肉 也没有鸡肉 OK那 那我们就只有这两天 你这样子一拉长 就变成有五天的时间 包含礼拜一的话 就是五天的时间 这五天的时间里面呢 你要想买鸡 买不到猪 你想买猪 买不到鸡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但是最奇怪的事 还不是这样 最奇怪的事情是 台北市的果菜市场 在短短的二十天之内 就累积休市了十一天 我想如果您也是在买菜的话 您是去传统市场买菜 您应该很有感才对 走进菜市场 就都空荡荡的 就是那个摊子都 没有人在那边 或者是说有 但是里里啦啦这样 那买菜的时候 有种很不安全感 到底是什么事情 那这种情况就造成了 年后的蔬菜运销失衡 囤货过剩 还有拍卖价的崩蝶 我昨天吧 在景北菜市场买了一颗超大 超漂亮的 很重水分含量 很充足的高丽菜 就是那种我单手拿不起来 两个手才可以捧起来的高丽菜 才五十块耶 那他跟我说五十块的时候 我还以为他说错 我还再度追问他 老板娘就翻着白眼跟我说 啊这五十块啊 我想说我只是要确认一下 因为真的太便宜了 我觉得有点愚心不安耶 买这样子大买这样子这么大的一颗菜回去 对 但是连日以来呢 农委会跟北市府仍然在隔空开战哦 呃因为呢 呃台北市政府 那北农啊的董事长是台北市政府的 是属于地方的嘛 那北农的总经理呢 是属于农委会 所以是由中央派的 所以两边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两边现在就展开了口水战 嗯台北市政府在七号的下午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炮打农委会 还有他们农委会的派的这个 总经理吴英宁 那吴英宁呢 就是以缺席的状况呢 来表态哦 那七号的晚上 农委会到第一果菜批发市场去 听取了北农简报 而那个吴英宁呢 就首度现身 他指出当务之急是休市三天之后呢 能够开市 让产地的输国顺畅的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好 就是两边呢 本来应该是伙伴的关系 可是现在呢 却 两边都责任兔互相推来推去 然后有问题呢 都不回应这样 这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无能 我不管他是地方政府 还是中央政府 不管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怎么样 我看到菜农被伤到这样的程度 看到菜可以 见价到这种程度 我就觉得这些人真是完全 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而且更夸张的事情是 你怎么可以完全不协调这种休市的时间呢 好 比方说农历年的时候是连休了五天嘛 就从二月十六到二月二十 然后接着天公升的时候又休了三天 是二月二十四到二月二十七 然后元宵节呢 又休了三天是三月五号到三月七号 那可是农田里面的菜是不会休假的呀 他们还是这样在涨不是吗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 还有消费者的权益又在哪里呢 之前我们真的搞不清楚状况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休 只是觉得整个菜市场里面空空荡荡的 感觉有点世界末日 你知道最近生活真的压力很大的 你知道菜市场去看不到菜就算了 你到超市去会看到整排整排的货架都是空的 就是所有跟卫生纸相关的货架都是空的 其实现在到底发生什么 是有必要搞成这样吗 为什么每天都活在一种末日的氛围里面 实在是觉得很不开心 好 所以当大家终于达成协议之后 我的朋友说他们家住在靠近果菜市场的地方 天还没有亮就看到好多好多的菜车 就运着菜车在那里排队 准备等着开门的时候要把菜送进去 平常都不会这样 只有在这段时间发生这种 让人觉得非常难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不要说大事情搞不好 就是连卖菜不卖菜这种事情 都要搞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真的实在是让人觉得太失望了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追菜的欧巴桑 真的是觉得 可不可以有一点秩序 可不可以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哪怕是很细微的事 所以我也越来越相信 如果细微的小事 日常的生活做不好的人 是不可能把大事做好的 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这是吉田三田所演唱的一首日文歌曲 地图上没有的道路 因为吉田三田大通 吉田三田作强 今の自分にできることは そんなに多くはない よくできるやつを見ては 内心焦ってい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换工作当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原因 可是我觉得不管你换到什么样的工作职场 假设你没有足够的工作力 那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差别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聊聊 这个深度工作力确实非常好 不过要先请俊杰来帮我们描述一下 你们所谓的深度工作力到底是什么意思 深度工作力其实可以因应在我们先 应该是说现在很多工作 其实在因为数位的内容科技的一些发展 那甚至可能通讯软体的发展 所以影响到很多人工作 它变得很浅薄 很浅薄意思就是说 可能常常被打断 那没有办法深度的去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在就是 刚好这个在过年之后 提出来这个主张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工作 用很专注 很类似职人的方式去 把一件事情做好 其实它就对于你的工作跟职业 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我们所谓的深度工作力 没错 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是新经济体下最稀有又很宝贵的一种能力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杂志翻开的 一开始就有用十个指标来重新检视你的工作模式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做自我检视的 是 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个角度 其实我就刚刚有提到的 其实应该就是 你应该在特定的 是不是只在特定的时间看通讯软体 或者你的email 我觉得好难 太难了 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会被这些 本来觉得它这个是身外之物 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把它变成 生命里最主要的旋律了一样 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 类似很多的有了Facebook之后 你就会习惯性的上去滑滑手机 看一下别人朋友 有没有有一些新的讯息 那很多通讯软体 不管是LINE 或者是其他WeChat之类的 常常不管是老板或客户 甚至朋友 只要传给你习惯性 一看到就会去打开来看一下他说了什么 即使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对 但是久而久之养成这样的习惯的时候 你只会听到当当当 或者是你自己设定的铃声的时候 就习惯去打开 对 那工作马上就被打断了 要回去可能又要花一段时间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第一个你要检视一下自己 是不是有办法先稍微戒掉 找一个时间戒掉这样子的习惯 那才可以让自己可能真的有深度的工作能力 是 话虽如此是没有错 我们都知道 可是俊杰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一点像是一个心理的一种 就他已经不是一个生活习惯了 他变成一种心理的依赖 好像我就是觉得我很 我很依赖这些别人找我啊 叮叮咚咚这种声音 我就觉得我很重要 然后我有被别人想起来 如果一整天都没有 比方说我今天如果忘记带手机出门 很紧张 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 哇 超级的焦虑 焦虑到不知道如何是好 对 其实这个可以回到自己 就是内心 其实你会觉得很不安稳 所以会觉得好像没有人找我 或是我一听到那个通讯软件的声音 我就要马上看 对 这样子别人才会觉得很重视我 否则可能有些人 你没有马上回讯息 他就会说你为什么不马上回 或你为什么已读不回 对 那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朋友就当不成了 或者会被老板骂了 可是其实应该回到自己的心理 就是你知道说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有些讯息不要马上回 其实也没有关系 是 其实这就是心理层面的角度 对 而且我们提供一个解方 因为人的欲望都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假设你的朋友传讯息给你的时候 你立刻回 那有一天你可能错失了 他们就会心里头有点就怎么不回 怎么不回 对不对 那就会很紧张 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但如果你让朋友知道说 不好意思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需要转型 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守 就会没办法回 我等我忙完这一阵子我才会回 你讲个一次朋友可能忘记 你讲两次他们就会记得 对 然后就算你不回 或者是你已读不回 他们也不会觉得你很失礼 对不对 是 这是放自己一码的一个方法 是吗 因为你习惯了这个手机上面的讯息 其实回过头来 你重新调整他的步骤 其实也是另外养成另外一种习惯 那你的朋友习惯你的步调之后 其实就不会因为说传讯息给你 你不回他就马上很紧张或生气 是没错 好来第二个 我们其实可以从自己的工作排序 有没有很明确这件事情去看一下说 不管是主管同事或客户交办你的工作 你有没有把它安排好 这部分其实可以去评断自己的工作有没有顺度 那其实如果如何去看自己的工作排序有没有明确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是看你可能现在手机上有很多的那种形式力 对对 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颜色去区分出你可能是工作 家庭个人的时间 甚至你可能要阅读 那如果用这个方式去看特定颜色 你有没有排得很整齐或是很凌乱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知道说我的时间有没有规划好 那这样子你才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穿插哪一些临时的弹性的工作 对 或者是这个时候我不应该受到干扰 所以这个部分也跟接下来讲这个善用色块区分形式也是很类似的嘛 对不对有些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可能还蛮喜欢手写 所以就是准备一个自己个人的手帐 就是有什么事情就把它写下来 有什么空档也把它标出来 那再来这个叫做一次只做一件事 其实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在特定时间看通讯软体跟邮件有点类似 就是在训练我们的专心专注力对不对 因为其实有时候现在很多人会希望同一个时间把很多事情都做好 可是其实反而都是做的有点半斤八两 那不如同一个时间把一件事情先做好 其实这个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其实是对你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接下来就是启动工作 以前要先进行思考和分析 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每天都好像很忙 可是什么事情都没做好 你没想清楚 然后就每天忙的跟那个眉头苍蝇一样 没什么用处 先思考清楚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跟他需要做的一些方法 其实这个也是有助于就是说你在一次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以很高效的把它处理完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为工作设定明确的意义 那赚钱算不算明确意义 他可能也算是一个其中一个目标 真的我发觉有些年轻朋友你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其实他真的认真思考 他说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对这可能其实这有点像是我们心理最基础的那个可能为了生活去做 可是很多人因为他的职业其实不是那么的顺畅 或者是说觉得断断续续的时候 其实可以回过头看是你是不是有把这个工作设定一个你所要的目标 例如我五年之内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三年之内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那这样子目标确定之后 其实做起事来也会比较顺利一点 好什么叫做进入心流 心就是心灵的心流 就是流动的流 是 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是有一个他的名词 就是说个人他把精神完全投入在某件活动上面的感觉 那个那种感觉其实是你会有点 没有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的 而且会很高度的就是兴奋或有充实感 那有点忘我的感觉 哦 了解 例如说可能您在写一些本书 或者是专心在做菜的时候 其实他都可能会进入这样子状态 那那种成就感其实会非常的高 对 那也可以延续到其他的工作中 但这肯定是你在做你自己很喜欢做的事对不对 对 所以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好像也还蛮重要的 是的 好 接下来就是我想很多朋友听到这个你很开心 每年要设定一段闭关修炼的时间 对 这其实现在工作其实蛮繁忙的 真正要能够说闭关修炼的时间也其实不容易 就是例如说你可要把手机关掉 不要跟外界联络 是 这个最难 太难了 但其实这个在很多 就是说很多大企业的老板 他们其实都会自己给自己一段休息的时间 其实我们像知道说美国的总统 他们常常会有度假的时间 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在度假的时候思考一些国家大事 那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 他也是会固定每年都会有一些休息时间 在那个状态之下他可以安静思考自己未来的策略 其实这个对不管是我们自己是基层的员工 或者是高阶主管都很重要 对 接下来就是串联知识 串联知识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去做一些进修或是学习吗 串联知识的话就是说 其实现在大家很强调跨领域 那可是跨领域的知识是怎么来 可能可以从阅读或者说在做专案的时候 把不同领域的知识做出来之后 延伸到你下一次可能在做另外一个专案的时候 可以应用在上面 那其实这样子对于 例如说你做的专案 它就会变得更多元 甚至更有深度 这其实对于员工在 或者是可能一些业务在推广产品的时候 会让人家知道说你懂得更多 好 最后是懂得享受成就感 成就感就是你有的成就感之后 你才知道你前面做了很多事情 或是规划的事情 或一件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它可以有意义的 那你就会很努力的继续往前做 那这个其实我们就会提到 就是你享受成就感 你就是深度工作 但是我在想对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 当他自己对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兴趣或者是才华 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可能在这一切事情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要去认识到自己哪一个部分是你的优点 哪一个部分是你的缺点 然后才能够去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 对不对 而不是说现在流行什么 我哪一种工作赚的钱比较多 就很盲目的去投入 其实有时候反而没有成就感 对这样子可能就没办法知道 自己应该在哪个地方努力 那势必可能有点就会浑浑噩噩噩 没有办法做到好 那这时候就要问一下俊杰了 你大概是从几岁的时候 开始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工作上 工作上应该算是在高中吧 你太厉害了 高中很早欸 高中听到一个演讲 觉得就是当记者很重要 他有一些 那时候就其实还蛮觉得说 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就做到现在 哇你算是启蒙得很早 我听到很多朋友都是30岁以后 才慢慢摸索出自己的人生道路 可是不管怎么样 找到你自己的人生方向是绝对必要的哦 今天天气一起 本来很高兴 结果我又再一次错过电梯 熟悉的桌椅 熟悉的场景 是谁偷偷的等了我的玩具 早睡要早起 我晚睡也早起 真希望我的心水也早点起 从想吃傻西米 可是我吃不起 没关系我还吃得起哇沙米 亲爱的孩子 如果你看到这本日记 以前的开心 已经等候看我的日记 有一些事情 妈妈以前不能告诉你 因为小志愿的日记里 每一天都有人在拼音滑梦 Oh yeah 每一天都有人掉进那边 Oh yeah 每一天都有人在拼音滑梦 每一天都有人在拼音滑梦 我是列车长张曼君 我们听到的是望福所演唱的 小职员工作日记 今天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们邀请到的是 Cheers快乐工作人杂志的 数位内容召集人杨俊杰 俊杰刚才跟我们聊到了 什么是深度工作力 同时我们也做一些自我检测 关于你到底是不是一个 具备有所谓的深度工作力的人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次 因为针对这样子的专题 所以俊杰你们访问了一些人 那这些成功人士 也提供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工作法宝 首先要来聊到的是 澳美广告的副董事长叶明贵 他曾经有一些什么样的丰功伪迹 他其实在做过很多 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的广告作品 例如说是麦斯威尔的广告 就是好朋友要与好朋友 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那佐安咖啡馆也是 叶明贵副董事长的经典作品 那其实大家有听到 也是记得很清楚 就是全联夫妻中心什么都没有 对 或者是台湾高铁的比雷尔 真实接触 现在还是有在播放的 这些其实都是他在他手中做出来很经典的作品 是 然后他也写了一本书 对不对 品牌的技术与艺术 对 这本书其实就是集结 叶明贵副董事长 他其实有系列性的写出 就是说他如何在这些广告作品中所累积出来的能力 跟一些洞察 那你在跟他聊的过程之中 有发觉他有哪些工作上面的秘诀 或者是法宝 可以帮助他能够更专注的完成他的工作吗 其实他有提到就是 他应该他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你要有意识性的去强化自己的洞察力 因为他是广告人嘛 所以他在这个领域之中 他知道说洞察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会在不管每次的作品 或者是跟客户开会的时候 去了解自己应该如何知道 每一个客户他应该喜欢的东西 会是什么 对就是哪些东西是客户喜欢 然后消费者会喜欢的 那这个部分他觉得是说 其实在现在AI时代 机器人可能会取代人 但这种事情其实是 我们人可能可以很努力做到的 所以这是他观察就是说 三十几年的能力经验 所累积下来的能力 这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呢 他也讲到一个还蛮有趣的事 就是三十五岁以前要多试几个工作 大家都说滚石不生胎 对不对 怎么他会叫大家在三十五岁以前 多试几个工作 然后他不怕去应征工作 所以老板会问说 你为什么每半年 每一年就换工作 到底怎么回事 很多人好像觉得很忌讳这个事情 对但其实他自己也特别提出说 他就是跟其他人想法不太一样 那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现在年轻 很多年轻人常常在换工作 对 可是就是有点问导游的感觉 那没有意识的换工作 其实对自己没什么帮助 可是如果在三十五岁之前 你可以在很深入的在每一个工作里面 去探寻自己喜不喜欢 那如果可能不喜欢的话 那你就赶快再换其他的领域 或是单位 那在这个部分 至少大概花了十年左右 例如说去寻觅 你可以在很专注的状况之下 知道自己什么兴趣 他觉得三十五岁其实并不是 真的那么太晚 所以其实他提出一个 他自己有讲说 这个其实跟很多人的想法不同 但他其实觉得三十五岁是一个关键的点 对而且他是所以鼓励大家换工作的原因 是要让大家努力的去摸索出自己的兴趣跟专场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 他有一个叫做深耕植芽心法 你们提到像是找到兴趣啦 确认行业的核心啦 自我反省 倾听 其实我自己觉得最有感的东西叫做纪律 因为像 像我现在自己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嘛 那因为你没有上班 你没有打卡 也没有老板 也没有那个属下 所以你怎么样可以维持一个纪律 比方说在写作方面的纪律 在完成一些工作的纪律 现在变得非常重要耶 是 其实因为很多人他特别有提到 就是说很多人以为创意是天马行空 但其实纪律才是真正让创意可以在累积下来 而有一些爆发性的能力 因为他特别有提到就是 他大概在二十几年前有一个客户希望说 就是也是他会跟他提到说 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得奖的作品 那他就是好吧 那我们就跟下面的团队说 好客户希望怎样 那偶尔我们开个会想一想 大家有念想idea的时候提出来 那可是另外一个团队 因为他是在客户有很明确的时间限制 或是条件之下去思考出思考这个作品 那反而这个希望可以我们来做个得奖作品 有点天马行空的反而没有得奖 但另外一个在很明确在限制之下做出来 反而得奖 所以那时候他让他知道说 纪律这件事情其实在创意产业 其实非常重要 你必须在特定时间给予预算给予计划 那这样子其实可以刺激 每个人的那种idea跟创意 所以他才说纪律其实是会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纪律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管理 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自我管理的话 恐怕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也很难可以达到他所期望的一个成就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一位 他的工作本身就很特别 对不对 他叫这位我们叫做 他是为你而读这个社会企业执行长 他叫苏苏平先生 那他其实他的职业非常有趣 他前大概在IT产业 就是可能在微软跟其他的软体产业 做了18年之后 他在前几年就是依然决然的放下原本工作 来做社会企业推广阅读这件事情 那他为什么会突然阅读是因为他发现台湾的大概阅读率其实逐年在下滑 对 那可是这件事情其实跟国家竞争力是很有关系的 那所以他就以自己的经验就是把开了很多说书会 希望大家喜爱上阅读 所以他的所谓说书是你如果不读我就讲这本书给你听是这个意思吗 是 他其实当然应该在读就是进去参加他这个活动的时候 应该稍微自己看一下这本书 但很多书是台湾还没有上就是还没翻成中文的 那因为他都已经看完了 而且又很快的融会贯通 我们刚刚有提到串联知识 很多不同的知识串联在这上面 让这件事情比较容易了解 那也知道说他的重要性 就他在说书的时候会以这种方式去告诉大家 对 好 所以他已经办了有250场的说书 他是2015年才成立了一个叫为你而读 对不对 然后现在就已经就已经举办超过250场的说书活动了 真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他有提供什么样子的 因为他主要是在推阅读嘛 对 那所以在阅读的部分 他有推什么样的深度阅读的心法吗 深度阅读的心法 其实第一个开始他告诉大家 就是你不能阅读偏识 你不能只喜欢看某一种领域的书 那因为那可能在知识上面会过于单一 那他所以他认为就是说不同的领域的人 其实应该要多方涉猎 让从这边去得到不同的知识 其实对职业是有更大的帮助 那接下来他会提到就是说 你必须要是立体面的 你不能只从看一本书这个点 那你应该从点开始达到不同 同类型的书籍他可能是一条线 那一条线之后呢再加上其他不同领域的书 加起来就是一个面 那你谈出来的事情跟你的知识就会变得很广 那其实这个其实对工作上就有很大的帮助 也可以呈现自己个人独特的风格 OK好 所以这两位朋友呢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他们的故事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想要来讲一下 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挥别我们就所谓比较浅的 那个工作或者是上班的人生 有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去做的呢 其实我们这边可以提到有几个在 深度工作力这本书里面有告诉大家的一些方法 第一个其实你可以练习一个生产性的冥想 就是你可以放下可以专注的 例如说你透过慢跑散步等等 去思考一下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固定累积成这些习惯之后 你可以就想出一些新的idea出来 那我们当然要建立一个所谓深度工作的仪式 那这个仪式当然就是说 你要建立知道自己应该在哪的时候该工作 哪的时候在哪个地点工作 这设定下来之后 你就知道当我要做一个很专注 不需要被别人打扰的事情的时候 就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你就可以很明确的了解了 OK 然后第三个是像经营企业般的执行 是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就谈到 有四个就是很重要的纪律 那我们必须像经营企业 你要设定你自己的目标 那在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 那也要设定自己的一些指标之后去行动 那你当然要提醒一下自己 就是说你可能设定一个计分板 告诉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那当然要回过头再去定期的检讨 这就是像经营企业一般的方式 好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超人不会飞 妈妈说更多事别太计较 只是使命干燥掉了我我睡不着 如果说麻烂烂有点聚焦 我会加点虚拟你会觉得 脱掉 我的脚不会装弹药 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倒 我白晴风雨下不需要提升 因为自信是我会花的饮料 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 愿意评断想想 拍个电视就为了用情运行的前的梦想 手术里在考验能抗衡我的味道理想 因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一笔那家乡 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社会的那样 被够在拍不那边装着要大借的模样 怎样 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 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 CNN能不能带一望好一点再放 时代朝着封面能不能重拍 随时随地注意欣赏 遥控制意识不能就跟独下 放了拉下的我不想 这不像 还无的中国信愿 想有很多收银交银 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脚 哦 你所搭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Cheers快乐工作人数位内容召集人杨俊杰 最近他们这一期的杂志封面 故事是深度工作力啊 那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谈到了什么叫做深度工作力 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在工作上面能够好好发挥自己所长的成功人士啊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发挥他们的所长运用在工作上 而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一些策略可以挥别这个肤浅的上班人生 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策略六讲的是在五点半以前结束工作 你知道其实俊杰在台湾我觉得目前还是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好像留在公司的时间越久的人就表示他对工作的投入越深越多 认同公司的情感越深 以至于我的某些学生他们在进去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 明明他可能在六点钟以前就把他所有该做的事都做好 连明天的工作计划都已经排出来了 他不敢走 因为他发觉旁边那些前辈们大家还好像很努力的样子 一直不停地在打电话啊 在做事啊 在敲电脑啊 在冥想啊 这样子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很怕会被老板嫌弃 那这种五点半以前要结束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 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他很多主管 他可能觉得你员工应该要留下来 对 就留得越晚好像对公司的忠诚度吧 或者是生产力是有帮助的 但是其实就像老师的学生他如果在六点之前就已经做完工作 他当然有他的应该有他自己接下来的规划跟安排 因为第一个你在前面先设定你该在几点之前做完这件事情 那你就自然比较不会受到干扰 那把他事情做完之后 你接下来第二步就是你结束了 那你当然可以去做一些休闲 或者是看看书暂时脱离一下工作 这可以让自己的脑袋可以比较清醒一点 那也可以在接下来比较有创造力 所以其实在做完工作 就是说五点半之前结束工作 你才有办法让自己有一些缓冲的机会 而不会像可能台湾还是有一些老板觉得 你一定就是要留在公司 以公司为家 那其实这种观念其实是不太正确的 对所以我们这个是要特别说给老板听的 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我也是会发觉 假设我给自己设下一个实现 比方说今天五点半以前 我一定要把这个稿子写完 或者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我就会发觉从四点半之后 我就整个人进入一种火箭起飞的状况 专注力非常的投入 然后我整个人就是身心中处在一种 非常狂热的对于工作的狂热 然后专注然后用心 爆发力 所以我真的就可以把它做完 所以有时候拖的时间越久 其实不见得对于工作是很有效率的 对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强调 尤其在立修 应该说劳基法这样又修法之后 其实有一些 不管在公司上面的一些调整 但其实大家希望做工作是有效率的 而不是只是拉得越长 因为其实 就是深度工作力的作者 他也其实有提到说 其实到了 你到晚上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他的效率并不是太好 那其实跟你专心在那几个小时把它做完 其实是没什么差别 嗯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休息啊 讲到休息大家就开心啦 谁不会休息 我每次在休息说都把我的活动排得满满的 跟朋友去吃下午茶 然后怎么 先去路跑 然后吃下午茶 然后再看电影 然后再去KTV 哇我真的很充实 可是到底什么才真正叫做休息呢 对 其实休息 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专注在工作 其实你也要知道怎么休息 嗯 你才可以替自己充电 而不是漏电 是 所以其实 呃 神经科医师他其实有提到说 休息这件事情 你应该先看一下多 当自己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时候 就要先再暂停一下 嗯 那告诉自己可能起身走一走呢 或者喝杯水都有帮助 是 那其实在呃休息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做一个所谓的积极的休息 什么叫积极的休息 积极的休息 就是说你可能利用呃 不管是利用几个步骤里 放松抽离掌握力跟熟练 嗯 告诉自己呃 在这个时候要做哪些事情 例如说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 嗯 或者是戏品精明的董事长林文博 他们都是乔拍高手 啊 那他们会在这个专注的内容里面 既休息就是休息 然后又熟练可以享受这件事情 嗯 反而可以让自己在呃工作之外 能够获得以其他的充电的方法 嗯 所以休息并不是只能够一直不停的在打游戏啊 或者是看电视啊 或者是睡觉啊 昏睡 有些人觉得休息就是要昏睡24个小时 还叫做休息啊 好 然后再来就是避开会造成压力的活动 对 其实这个很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很多人想说休息就是我又去打了一场电动 嗯 我平常都在上班 那我假日就是打一些比较刺激性的电动 嗯 但可是这个部分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使用 因为呃 你可能又会跳到另外一个需要很专注跟需要花脑力的时间 对 例如可能现在很多人打电竞游戏 嗯 那你就必须要花更多力气 那这时候是不是会造成你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 嗯 反而还是很紧绷 对 那做完之后可能你明天又要上班了 嗯 似乎就感觉到一个礼拜七天都在上班的感觉 啊 了解 好 再来就是创造一段断线期 什么叫做断线期呢 断线期其实有之我们从社群网路这个部分来谈 因为大家都现在都太被制约了 太常每天都在上网 嗯 或者是看Facebook 但其实有时候自己所谓的断线就是让告诉自己 稍微不要上这些社群网站吧 嗯 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不要受到这些不断一直更新的讯息干扰 嗯 其实这样子对自己的生活或者说自己的注意力 其实有其他更大的帮助 很有趣哦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俊杰聊到关于深度工作力 俊杰所提出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固定的时间来接收讯息 或者回复讯息 然后结果我们谈到最后面跟休息有关的时候 讲到的是断线期 那就是你也许应该有一段时间是完全离开你的网路 或者完全离开你的一切通讯软体 让自己能够做到真正不受干扰的休息 这个事情其实在现在真的并不容易 所以自己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哪些事情的轻重缓急 嗯 例如说你真的某件事情是在这时候该处理的 那当然很快把它处理完 对 还是要适当的告诉自己 还是要抽离一下这些通讯软体给你的干扰 嗯 那才能够再回到就是工作岗位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帮助 对 所以说到底在我们的整个深度工作力的这一个历程之中 必须要想办法管理好的 其实还是通讯软体 是 讲到最后 要增加自己对于工作的热情与专注 也是要通讯软体的管理 就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Cheers数位内容召集人 俊杰来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好好的 重新找回我们的深度工作力 谢谢你 谢谢老师 谢谢金钟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是Coby凯磊所演唱的Try 感谢你搭乘今天两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祝你真的有幸福的感觉咯 我们下礼拜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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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